为了偿还父亲的赌债 沈清禾只能答应小混混的要求以身抵债 却没想到突然出现一个男人说要保下他 小混混没想到盛总竟然出现在了这里 但还是硬着头皮说沈清禾的父亲赌场出钱 按规矩是该打断双腿的 听到混混的话 盛红脸色顿时一沉 强压下怒火说会把坟安区的地盘画给混混 只要他能放过沈清禾他们 混混们没想到盛红为了这个女人竟然让出了坟安区 那可是本事有水最多的一个区了 混混想都没想就果断地答应了下来 临走时还不忘让盛红好好享受 当沈清禾听到盛氏集团的时候 脸色顿时一惊 紧接着他就听到盛红让手下把他父亲送到医院的声音 盛红表情玩味地叫了一声沈清禾 在沈清禾诧异的目光中 不懈地挑起了他的下巴 讽刺地问沈清禾平时巧舌如簧 怎么现在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 沈清禾这才反应过来 不愿地让盛红赶快放开他 盛红没想到沈清禾还敢这么和他说话 下意识地就捏紧了沈清禾的下巴 沈清禾迷惘地问盛红为什么 盛红轻笑了一下 你是想问我为什么救你们 沈律师不会是糊涂了吧 就你当然是想让你落到我的手里 毕竟只有这样才能解我的气啊 而盛红这么做的目的 是因为不久前沈清禾作为律师公然和他作对 差点把他害到万劫不复的地步 盛红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苦思冥想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这才终于把沈清禾算计到了自己手中 想到一个聪明漂亮又有能力的女人落在他的手 盛红不禁得意地笑了起来 沈清禾亮呛地站了起来 眼神锐利地问盛红到底想让他做什么 想到这个女人马上就是他的人了 盛红此时看他的目光越发地欣赏了起来 他凑到沈清禾面前 玩味地说当然是让沈清禾为他做事 沈清禾可以把这当成一笔交易 但如果他不听话的话 那盛红就会让沈清禾知道什么叫做恐惧 沈清禾没想到盛红为了得到他 竟然耗费一个月的时间去算计他 而如果沈清禾不听他的话的话 盛红就会随时把他的父亲交给那些混混 沈清禾没想到盛红竟然是这么卑鄙的一个人 他和盛红本来没有什么交集 只是在一场各有立场的官司中赢了他 没想到盛红就费尽苦心地算计侮辱他 更是让他只穿一件衣服区业总会电台 想到这里 沈清禾不由地攥紧了手机 就在这时 盛红给他发来消息 告诉他再不来的话后果自负 沈清禾没想到盛红这么轻瘦 深深地吸了口气这才走了进去 但映入眼连淡 却是如此混乱不堪入目的一面 他咬了咬牙还是走了进来 包厢内的众人很快注意到了他 坐在一旁的盛红也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看着穿着黑丝局促不安站在那里的沈清禾 男人眼睛瞬间一亮 沈清禾羞涩的表情引起了他的兴致 他兴奋地问盛红是不是他 盛红什么也没说 只是淡淡地看着他们 男人瞬间领会盛红的意思 下一秒就关掉了房间里所有的灯 只打开了沈清禾头顶的那盏 刺眼的灯光让他差点睁不开眼睛 沈清禾下意识地用手挡住眼 没想到裙子太短也跟着手臂一起抬了上来 察觉到走光的他瞬间放下手臂 盛红轻飘地看着眼前的女人 不由地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一旁的男人没想到竟然能碰到这么鸡皮的女人 醉醺醺地就朝沈清禾伸出了手 但下一秒就被男人一板抓住 他色眯眯的搂住沈清禾肩膀 让他去收拾一下酒水 沈清禾刚俯下身 就发现坐在一旁的男人眼神不对 他知道自己一定走光了 不由地捂紧了胸口 沈清禾没想到盛红如此侮辱他 只让他穿一件衣服就去包厢服侍他 没想到男人直接搂住沈清禾肩膀 轻飘地让他收拾一下桌上的酒水 沈清禾刚俯下身 就发现一旁的男人眼神不对 他下意识地就捂紧了胸口的衣服 没想到下一秒盛红就用皮鞋 挑起沈清禾的下巴 玩味地让他抬起头来 看沈清禾毫无动作 盛红竟然直接用鞋尖挑起了他的下巴 一旁的男人突然走不过来 笑着询问盛红沈清禾成眉成年 盛红用鞋尖颠了一下沈清禾的下巴 玩味地让他告诉男人他有没有成年 沈清禾连忙躲开鞋尖 羞耻地表示已经成年了 听到他的回答 盛红这才调笑起了男人 怎么这么没有眼力气 下一秒 竟然又用鞋尖在沈清禾胸前玩弄了起来 还反问王总要是没成年 怎么可能发育得这么好 看着沈清禾脸色瞬间通红 王总觉得盛红说得很对 紧接着旧色咪咪地表示 既然已经成年 那他就不客气了 听到男人的话 沈清禾顿时一击 他以为盛红只是简单地侮辱他 但现在沈清禾才发现 从踏入这个包厢的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踏入了深渊 沈清禾此时一秒钟也不想留在这 王总没想到他竟然会跑 但下一秒 沈清禾就被男人一把抓住头发拽了回去 男人没想到沈清禾竟然赶跑 被拽得生疼的沈清禾让男人赶快放了他 否则的话他就报警了 男人玩味地重复了一遍报警两个字 没想到却引起包厢里所有人的哄堂大笑 沈清禾这一刻才发现 原来他们一点都不害怕 想到自己作为律师重敬法律敬畏法律 现在被这群人藐视侮辱却无可奈何 而这一切的始作永诚 就是坐在那里仿佛看热闹一般的圣红 沈清禾以为圣红只是单纯地羞辱他 却没想到差点被他手下的人强行占颜 但沈清禾却没有反抗的疑地 因为他唯一的软肋 此时就在圣红手里 男人一把将沈清禾搂进怀里 他挣扎着哀求男人放过他 一旁的人们淡定地看着眼前的这一人 好像早已习以为常 看着男人肆意玩弄着沈清禾 圣红的眼睛不由地眯了起来 男人可能觉得还不过瘾 下一秒就将沈清禾摔在了沙发上 牢牢地控制住了他的双手 脸上露出淫荡的笑容 嘴上一边说着这就给沈清禾带来快乐 一边解开了裤腰带 沈清禾没想到男人竟然这么大胆 一旁观战的人们也没想到 竟然能看到这么刺激的场面 看着男人扑过来的身影 沈清禾痛哭地大喊着圣红的名字 他知道现在只有圣红能让眼前的男人停下 可能是沈清禾的求救起到了作用 圣红一把将他身上的男人拉开 男人大吃一惊 没想到圣红竟然会救他 看着躺在沙发上瑟瑟发抖的沈清禾 下一秒 圣红就一把抱起了他 男人没想到圣红竟然还想带沈清禾走 圣红却一点没把他放在眼里 只是淡淡地告诉他自己点变主意 看着圣红要走 男人气愤地就想追上去 但下一秒就被同伴拦住 小声地劝他算了算了 身体的碰撞让圣红下意识地看向了怀里的沈清禾 却发现他身材好的让人诧异 沈清禾此时还没有发现圣红的异样 他哭着哀求圣红带他离开这里 因为他知道 就算圣红现在放过他 刚才的男人也不会放过他 只有他被圣红带走 他才有一线生机 听到沈清禾的哀求声 圣红得意地笑了起来 他看着怀里的沈清禾 玩味地问他知不知道一个女人 求男人带走她是什么意思 沈清禾浑身一僵 他当然知道圣红的意思 看着他的反应 圣红明白 沈清禾听懂了 但现在沈清禾唯一的希望只有圣红 他除了答应圣红 已经别无选择 男人竟然通着所有人的面 想要强行毒打沈清禾 看着他松开自己的裤腰带 沈清禾崩溃地哭喊着圣红的名字 可能是他的求救声起到了作用 圣红竟然真的就吓了他 看着身下瑟瑟发抖的圣清禾 圣红一把抱起了他 玩味地问沈清禾知不知道 他让自己帮忙的代价 沈清禾浑身一僵 他当然知道圣红说的意思是什么 但现在的他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只能屈辱地答应下来 圣红玩味地看着怀里的女人 大步朝着外面走了出去 男人没想到圣红连里都没理他 就想把人带走 刚想追上去 就被同伴拦了下来 还让他别因为这点小事惹怒了圣红 包厢里的其他人此时一脸疑惑 圣红不是说把沈清禾送给他们吗 怎么只给他们看了一眼就把人带走了 男人猜测圣红是不是想把沈清禾 当作后天拍卖会的东西 身旁的同伴却有不同的意见 他觉得圣红不至于干这种事 所有人都知道圣红是出了名的细腰口 想想沈清禾的杨柳细腰 估计圣红是想留下自己品尝 听着包厢众人在那嘻哈大笑 男人此时脸色阴沉的仿佛能滴下水 他没想到圣红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他留 还有沈清禾 如果落到他手里 他绝对不会放过沈清禾 另一遍 圣红他们很快回到了家 看着沈清禾留在车里一直没下来 圣红不满地让他赶紧下车 别等他动手 在庸人们的欢迎声中 他冷着脸让女佣把沈清禾洗干净送到他的房间 听到这话的沈清禾顿时抿紧了嘴唇 女佣很快就把沈清禾带到浴室 下一秒就直接锁上了门 沈清禾很不习惯洗澡时身旁有人 他让女佣先离开 但女佣却根本不听他的 只是淡淡地告诉沈清禾这是圣红的意思 沈清禾顿时有些不满 他烦躁地告诉女佣这里不需要他 女佣沉默了片刻 下一秒就把房门锁上 竟然直接扒起了沈清禾的衣服 圣红把沈清禾带回家的第一件事 竟然就是让女佣把他洗干净送到自己房间 看着女佣关上房门 沈清禾让他先离开 自己不喜欢洗澡时身旁有人 但女佣却丝毫不理他 只是淡淡地告诉他这是圣红的意思 沈清禾脸色一变 心想女佣张嘴闭嘴全是圣红 态度还这么强 他生气地告诉女佣这里不需要他 女佣什么也没说 静静地看了一会沈清禾 下一秒竟然锁上了房门 直接扒起了沈清禾的衣服 沈清禾慌张地斥责女佣别碰他 女佣脸色阴沉地告诉他 如果沈清禾在乱动 他就叫圣红来 让圣红帮他洗 沈清禾顿时浑身一僵 他想不明白女佣凭什么敢使唤圣红 看沈清禾不再出声 女佣一把扯下他身上的衣服 不懈地想到越是肮脏的人就越会装 像沈清禾这样为了钱装作育女的女佣 他见多了 感受着身后女佣冰凉手掌的触摸 沈清禾顿时委屈地流下了眼泪 这些天他好像做梦一样 他以优异的成绩从法律系毕业 恰好碰到农民工起诉盛世集团 想到农民工请不起好律师 沈清禾自告奋勇为他们出头 免费接下了这场官司 他虽然出出茅庐 但对自己却充满信心 在打官司时 由于盛世集团对他的侵蚀 导致盛世集团惨爱 为此赔付了巨额的损失 他本以为这只是一场很普通的官司 根本不知道盛红向来心狠手辣牙子必报 如果当初他没有接下这场官司 沈清禾顿时摇了摇头 他知道自己这么想不对 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看着洗完澡披着玉京出来的沈清禾 盛红玩味地让他过来 看着沈清禾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 盛红脸色瞬间阴沉 他一把掐住沈清禾下来 质问他当初求他带走他的时候 可不是现在这副保险 沈清禾冷着脸告诉盛红 如果不是他 自己也不会沦落到求他带走自己 听到这话 盛红不由地眯了眯眼 下一秒 竟然直接扯开了沈清禾的玉京 盛红捏起沈清禾下巴 竟然直接扯开他身上的玉京 沈清禾没想到盛红竟然如此禽兽 他慌忙地捂住身体 但却被盛红一把压在了床上 盛红玩味地看着身下的沈清禾 告诉他怎么还看不清自己现在的状况 说完 他的指尖就滑动了起来 沈清禾被突如其来的刺激下的措手不及 盛红的手指就像一条阴冷的毒蛇一般 刺意游走在他的身上 他不知道盛红明明是在撩过他 眼神里却满是细血 连一丝情欲都没有 如果盛红真的对他没兴趣就不会把他带回来 可对他感兴趣的话 盛红又怎么会不动情呢 所以 沈清禾断定 盛红可能是生气了 盛红牢牢地控制住了沈清禾的双手 沈清禾挣扎着大声质问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盛红却什么也没说 但下一秒 就狠狠地一口咬在了沈清禾的脖子上 他摸了摸嘴角的血迹 凝沉着脸告诉沈清禾他最讨厌不识好歹的东西 说完 手指就用力地掐在沈清禾的身上 沈清禾痛苦地让他放手 盛红反而问起了沈清禾 要是他不愿意 现在自己就能把他送回包厢 沈清禾没想到盛红竟然这么无耻 他刚要说什么 就被盛红用手指挡住了嘴 他轻笑了一声 让沈清禾别这么看着他 也别再惹他生气 不然的话 后果是沈清禾承受不住的 看着盛红如毒蛇般舔尸着他的手心 沈清禾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突然盛红一把将他翻了过去 手指顺着沈清禾的脖子肆意地游动着 下一秒 就轻轻地吻了上去 沈清禾不禁叫出了声 看着他的反应 盛红顿时得意地笑了起来 紧接着就又扶下了身子 感受着后背传来的温热触感 沈清禾顿时羞得满脸通红 但盛红却突然怒骂了一声该死 沈清禾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就听到盛红一边捧摸着他的后背说 这么美好的东西竟然有了瑕疵 而此时盛红的眼睛已满是寒霜 盛红正肆意地品尝着沈清禾 却突然脸色大变 他没想到沈清禾完美无缺的后背 竟然被女佣留下了伤毛 看着怒气冲冲离开的盛红 沈清禾此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想到不用再被盛红折磨 他觉得这也不是一件坏事 此时一道求饶声突然传入他的耳朵 原来是女佣琳娜正在哀求 沈红再给他一次机会 盛红阴沉着脸看着琳娜 质问他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凭什么让自己再给他一次机会 琳娜慌张地表示 只是想帮盛红把沈清禾洗得干净 他不是有意弄伤沈清禾的 盛红却突然问起 琳娜在这里干了多久 还记不记得第一天入职时 他说过的话 琳娜顿时冷汗直流 他心虚地回答只要犯一次错误 就会被担出这里 盛红阴沉着脸问琳娜 他还有没有说过别的 琳娜抿了抿嘴 这才不甘地说 不要求情 看琳娜还记得当初自己说的话 盛红冷冷地告诉他再不走 他就不放人了 琳娜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两年 他知道盛红口中的不放人是什么意思 心有不甘的他也只能狼狈地离开这里 听到他们的对话 沈清河心想盛红果然是个疯子 完全让人搞不清楚他生气的点 他知道留在盛红身边有多危险 此时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逃离这里 就在这时 房门突然传来声音 沈清河知道是盛红回来了 他连忙装睡了起来 看着沈清河熟睡的背影 盛红竟然什么也没做就躺了下来 这让沈清河大吃一惊 却也长舒了口气 幸好盛红没有碰他 第二天一早 沈清河感觉脖子上传来温热痛心 他不由地咽了口口水 这才想起昨天被他带回家的事 看着沈清河死死盯着他身上的伤口 沈清河被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感受着脖子上传来的温热痛心 沈清河不由地咽了口口水 他以为自己做了什么让人颓冷的梦 却发现沈清河竟然正埋在他的怀里 看着他死死盯着自己身上的伤口 沈清河被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沈清河丝毫没有理他 自顾自地低下了头 感受着身上传来的温热触感 沈清河不禁捂住了嘴巴 问盛红今天怎么没去上班 当得知今天是周末时 他顿时愣足 早知道是周末昨晚 他就应该趁着盛红睡觉跑路 盛红看穿了沈清河的小心思 他冷笑着让沈清河别搞事情 下一秒就突然掀开了他的被子 看着身下美妙的场景 盛红不禁咽了口口水 他刚要动手感受一下 就被沈清河牢牢抓住了双手 他哀求着盛红不要碰他 盛红不懈地笑了笑 抚摸着沈清河的俏脸 轻蔑地问他是不是当自己是柳下慧 他凭什么以为自己会放过他 自己又不是在做慈善 而且沈清河不会以为 游戏快结束了吧 当听到盛红说游戏即将再次开始的时候 沈清河顿时一惊 下意识地就想逃离这里 但下一秒 就被盛红牢牢控制在了连笔 他警告沈清河 在乱动的话就这样把他抱到一门 当着所有人的面继续游戏 沈清河被吓得顿时冷汗直流 如果被别人看到 他就回来 为了保护自己 他只能顺从 盛红很满意沈清河的反应 毫不客气地挑起他的下巴 狠狠地吻了上去 感受着男人强大的侵略 沈清河顿时浑身发热 看着眼前满脸羞涩的女人 盛红刚想更进一步 手机就突然响了起来 他烦恼地想要看看是谁打扰他的好事 却没想到竟然是嬉戏打来了 听着盛红温柔地打起电话 沈清河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一言 面对盛红的步步紧逼 沈清河慌乱地想要逃离这里 但下一秒就被盛红死死按在了远底 他警告沈清河 再乱动的话就这样把他抱到龙下 在所有人面前玩游戏 沈清河顿时冷汗直流 他知道自己现在没有资格反抗盛红 看着身下女人不再挣扎 盛红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他轻轻挑起沈清河的下巴 嘴角露出邪魅的微笑 狠狠地吻了上去 沈清河没想到盛红这么厉害 浑身酸软地再也用不上力气 看着眼前满脸羞红的女人 盛红刚要慢慢品尝 不合时宜的电话声就在此时响起 兴致被破坏的他想要看看 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这时候打来电话 但当盛红看到电话上显示的名字时 却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竟然是西西打来的电话 听着身旁盛红打电话时的温言细语 沈清河很诧异 他竟然也有这样的一面 当听到西西说有事时 盛红想都没想就穿上衣服准备去找他 看着沈清河装作缩头乌龟躲进被子里 盛红心想他还真是幼稚的可爱 再说了一声让沈清河等他回来后 盛红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听到身后传来关门声 沈清河这才钻了出来 不禁感叹盛红不再实在是太好了 折腾了一晚 在盛红走后沈清河很快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 沈清河猛然惊醒 两个女佣正一脸冷漠地叫他起床 告诉他盛红现在让他过去 不等沈清河回话 女佣竟然直接掀开他的被子 沈清河没想到他们竟然敢这么做 下意识地就抱住了自己大声喊了起来 女佣却毫无所动 冷着脸让沈清河最好快点 盛红很讨厌迟到的人 在女佣的服饰下 沈清河很快换上了顽领服 看着司机自顾自地开车 心中忐忑不安的沈清河不禁问他到底要去哪里 但司机却理都没理他 很快他们就来到安康医院 而这里 曾经是沈清河匿名捐过骨髓的地方 沈清河一直被盛红肆意欺辱 却从没见过他有过这么温柔的眼神 盛红走后 没想到女佣们直接掀开沈清河的被子 不过他的反抗强行给他换上了衣服 看着急迟的汽车 沈清河不知道他们要把自己带到哪里 他忐忑地问司机他们要去哪 但司机却理都没理他 当到了安康医院的时候 沈清河瞳孔顿时一缩 这里曾经是他匿名捐献过骨髓的地方 当看完盛红交给他的鞋一口 沈清河直接揉成了纸团 现在他才知道 原来盛红叫他来的目的竟然是为了献血 毕竟他的血型稀有到全是不超过五个人 沈清河正好可以用这件事作为筹码威胁盛红 他不懈地告诉盛红想让他献血可以 但要先答应他的要求才行 盛红论了一下 被气得突然笑出了声 他惊讶地问沈清河竟然敢跟他谈条件 沈清河却说他能帮盛红救人 这样就算还了他爸的人情 而且这笔交易很公平 盛红表情阴朗地看了沈清河一眼 下一秒就捏着他的下巴放起了手机里的录音 手机里此时赫然响起沈清河爸爸的残叫声 当听到爸爸痛苦哀嚎时 沈清河瞳孔瞬间收缩 他慌张地质问盛红对他爸爸做了什么 刚想抢他的手机 就被盛红一把掐住脖子 他玩味地告诉沈清河 只是他爸爸伤口一直没愈合 他让大夫用盐水帮忙消消毒而已 沈清河一点也不相信他的鬼话 他质问盛红自己爸爸的伤口明明已经包扎好 为什么还要拆开 而且消毒用点符就可以 为什么还要用盐水 盛红轻蔑地看着沈清河 与其阴冷地让他最好懂事一点 否则他会做出什么事他自己都不知道 而且公平这两个字只能他说了算 沈清河不答应盛红的献血要求 竟然被盛红用爸爸威胁 他本想拿献血的事来和盛红谈谈 但当听到电话里传来爸爸的惨叫声时 他只能哀求盛红放过爸爸 盛红玩味地看着沈清河 告诉他最好老实一点 想和他谈条件他还不配 如果沈清河继续挑战他的耐心 那他会做出什么事可就说不好了 看着盛红递给他的钢笔 沈清河愣住了 他不甘心被盛红继续操控 但又无力反抗 看着沈清河坐在那里沉默不语 盛红眯了眯眼 语气阴冷地问他 是不是还想再听一遍自己爸爸的声音 说完就拿出了手机 听到他的话 沈清河顿时一惊 连忙从盛红手里抢走钢笔 他知道此事说什么都已经没用了 看着沈清河快速地在协议上 写上自己的颜色 盛红这才得意地笑了起来 再拿到协议补救 护士很快就来给沈清河抽血 看着缓缓流出身体的血液 沈清河咬了咬牙 想要反抗却无能为力 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窒息 盛红看出了他的心思 不懈地告诉护士沈清河的身体好 多抽点血也没事 献完血后 回到车上的沈清河咬牙不让自己倒下 但盛红身上传来的香水味 实在让他感到有心 他强忍着呕吐感问盛红能不能离开 盛红却反问他早上的事 还没办完他想去哪 看着身旁沈清河呼吸急促地 捂着自己胸口 盛红以为他在耍脾气 一把扭过了他的脸 质问他为什么不说话 但此时强忍着痛苦的沈清河 一点也不想说话 盛红十分不爽 他认为沈清河只是欲据还迎 这种女人他见多了 他一把将沈清河拽了过来 不懈地说沈清河 是不是又在考验自己内心 没想到沈清河竟然告诉盛红 他身上的味道让自己闻了响脱 看着眼前对他爱答不理的女人 盛红以为沈清河是在欲据还迎 这样的女人他见多了 他一把将沈清河拉了过来 质问他是不是又在考验自己的内心 没想到沈清河竟然说 盛红让他想脱 看着呕吐不止的女人 盛红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妥了 顿时尴尬的汗都流了下来 难道沈清河真的觉得他很恶心吗 可能是自尊心作祟 盛红一把将沈清河拉进怀里 但他身上刺鼻的香水 为沈清河实在忍受不了 下一秒 他就直接吐在了盛红身上 盛红没想到沈清河竟然敢吐他身上 怒火中烧的他一把推开了他 看着跪倒在地的女人 他头都没回转身就走 而此时的沈清河在湿血过多 和连续呕吐的折磨下 一头晕了过去 等到他再醒过来时 就看到盛红坐在不远处正看着他 大夫告诉盛红沈清河晕倒 是因为营养不良 沈清河下意识地问盛红他睡了多久 没想到盛红竟然让他逼得 就在这时 女佣端着一碗汤走过来递给盛清河 看着碗里的汤 沈清河顿时闻到一股当归的味道 盛红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告诉他不管喜不喜欢 现在都得喝干净才行 沈清河知道盛红霸道 但没想到他连自己吃什么都要玩 可无力反抗的他 只能听同命令把汤喝干净 等到了晚上 随着女佣又为他换上一身新的碗里 沈清河想不通盛红又要干什么 当盛红告诉他今晚要他把合同签下来时 沈清河顿时沉默了 虽然打完了点滴 可他才休息了半天 沈清河想要改天再去签合同 盛红却冰冷地告诉他自己这里不养闲人 如果沈清河不能取悦他就要给他赚钱 不然的话 他要沈清河有什么用 看着眼前女人娇艳欲滴的红唇 盛红瞬间就吻上去